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各位新建业老師 還有我們台大的各位同等 大家好 我今天就用很KG的方式 跟各位介紹一下研發處 一些要服務各位老師 還有一些研究資源的信息 那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講非常detail 那因為這有電子檔在各位的 應該會有電子檔 所以有些東西請你們參考裡面詳細的內容 那我大概會只告訴你們研發處 基本上我們有一些任務啊 概況啊還有研究資源 而且補助的只要的申請 如果申請 必須在所有裡面的一些 詳細的 detail可以進去看 還會獎勵制裁權方面 整個研發處在進行的事情 那研發處事實上跟教育處 是在學校裡面兩個相似 我一直想講 就是說教學是我們老師 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把學生教 可是學生將來要有做事情能力 就必須有做研究 思考腦袋掛的能力出來的時候 你把它教完它做這件事情 台灣大學又比較不大一樣 就希望說教出來的學生 是與眾不同的 有創新能力的時候 所以在研發跟教學方面的互動之下 就要以學理自用為最重要 我們對學生的指導 教學生出來能夠 知道產生更好的學生的情況之下 所以研發處最重要的任務 事實上就是我們要 建構一個優質的研究校園 不管儀器設備 包括所有的一些中統設施 然後希望我們這裡 台灣大學能成為一個 學術研究重鎮 基本上我們一直在強調的方面 就是我們做的研究 希望有前兆性跟創新的研究 然後希望現在整個世界是平衡 所以要與國際合作 台灣大學在世界 要成為一個Great University的時候 事實上頂尖人才 不管在老師方面跟學生方面 都是非常重要 國內外的頂尖人才 然後我們非常重視 就希望能製造一個 比較優質的研究環境 所以基本上要跟 我們要繼續爭取 政府跟企業界的研究經費 然後也希望在這方面 跟我們老師們 計畫主持人 學校的支持之下 能夠建設人力資源 跟計畫管理的機制 來幫助老師在做研究方面 能夠進行 然後希望這時候能對 我們既然 國家給我們這些資源 我們希望能夠產生一些 對國家 或技術開發應用 技術方面的資源 產生這個企業 社會的回饋 然後希望整個能夠一個 正向的循環 能夠永續發展 好 那研發度基本上的教育 除了我個人任意研發長之外 我還有三位教授 我們副研發長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研究發展委員 從11個學院來 幫我們來審核一些機制 還有在我們的理中心 醫學有一個分處 計畫組企業 還有一個產學合作總中心 下面有分各種組的 那當然因為近來 現在可能還不會立刻碰到 可是我相信在不久將來 你們立刻會碰到這些 跟產學相關的一些機會 那 企劃組是 因為各位等一下 我有多留一點時間 讓你們問一些問題 所以我前面的東西 我也帶過 我們現在五年五百億今年 是最後一年 那明年會extend 一年 那所以這些目前 我跟各位談的這些東西 就是根據五年五百億 在support 整個學校做研究的經費 從30億被看到 現在只要24億不到 19億的情況之下 明年會更低的情況之下 那原則要怎麼再繼續support 新興老師能夠繼續 有充分的研究資源 去做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至少 明年我們還是會有一些資源 能夠持續延續 以後呢 我們還是 明年到左右就會知道說 教育部願不願意 整個國家因為會在持續的 給這些比較頂尖的大學 能夠特別研究資源 教育研究的經費給我們 那不管怎樣 我們現在 這個邁向頂尖大學的一些計畫 其實比較重要的 幾個方案在需要持續再進行 拔建計畫 我等下會講一下 還有 新興老師的學術研究的深海計畫 等等的計畫 都是在 五年五百億 三十億的時候的情況 我們是有很多東西 來幫助新興老師 補助新興老師 還有一些 我等下會談到的研究人力 包括博士後研究人員 技術人員 然後儀器 假如說 新興老師有特別需求儀器的話 那可能我們也要想辦法來支援 那 計畫服務組是 我們有一個組 專門在服務各位老師向各部會 或是私人企業 簽辦辦理這個合作計畫 我們那個時候這個組會 所有的process 包括公告申請簽約 還有這些人員的聘雇方面 拆請管控 然後包括假如老師有 研報替代意義的話 也都是在這邊 包括這些獎項的申請 都是由這個計畫服務者來服務的 裁決總統心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假如說 老師們有這個新的pattern 或是know how 然後就由採決總統心 來幫助老師 這個跟外面的廠商 依約啊等等 還有可以假如老師 將來過幾年 又要去創新創業的話 學校還去會輔導 換句話說 這整個有關這個 這個interactual property 方面的建置管理 還有幫助老師 能夠取得合理的 這個智慧財產權 都是由這個 採決總統心來幫忙 那我想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整個學校的這個pattern 跟經由這幾年來的這個 5年5百億的這個support 事實上有持續在成長 不過我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學校現在emphasize 已經不是pattern 而是quality 所以到這裡 我們學校假如2000多位老師的話 到5000多位已經進入Pattern 所以一年到平均老師到2點多片 學校已經不會再要求這個number 到差不多了 學校反而希望說 這種highly cited paper 被告引用paper 你看持續還是在成長 所以這方面 我等一下會再多花一點時間 告訴各位親近人同學說 學校將來 甚至於整個國家走向 都希望以品質來第一 已經不是用number來取 決定各位老師的研究好不好 這是我們學校目前 大概整個研究金位大概60億左右 就是老師去向外面爭取進來的 不管說國家或是私人企業 從私人企業大概在5到7%左右 那我們的計轉大概有大概 以前大概一年大概只有5000萬左右 最近這幾年我們push 然後希望跟一些老師 他的技術能夠拿到比較好的計轉金 我們已經push到3億左右 這些產學東西比較detail 你們可以上現在全部 我們現在在把它全部上網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說先期計轉 Proof這些東西 所有的一些技術移轉 諮詢服務 還有一些都可以在我們那邊網頁上面 可以找到這些information 假如你們不是很清楚的話 就可以直接打電話問承辦人 他們會直接answer你的question 那有一點呢 事實上不是只有你們心境老師 不是很清楚 有些老師在學校裡面一陣子 都不是很清楚說 各位在簽約的時候 本校教室拼書與專利法 就是說你簽約的時候就簽說 你在學校發明的東西其實是屬於學校的 不要surprise 就是你現在 你才需要做的所有東西 這不代表說你所 你比如說你這個技術拿出去 賺了1億塊都是台大 不是 台大現在非常非常 是全世界最 對老師最好的 假如拿到1億的時候 扣除掉成本以後 7成是老師你的 是老師拿到7成 那現在 其實大部分的學校 大概只能拿到5成而已 就是100塊你拿50塊回去 但台大是100塊你拿70塊回去 所以這雖然property是屬於台大了 可是產出出來的就是benefit 還是回到老師 希望能夠幫助老師 能夠有些其他的收入 那專政的計畫人員裡面 還有專政研究助理 還有博士後這些人員 通通在我們裡面 約定的智慧財產學會本校所有的 不是 他們這些人在所做出來的東西 還是有本校所有的 這些種種的這些規定 事實上 希望大家有一點概念 那在第二期 第一期跟第二期賣頂計畫的總指標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年 我們當然提出很大的願景 那希望 當然優質的研究環境 那頂尖的期間能夠倍增 然後三十個領域 進入世界的一流的領域裡面 然後希望能夠進入50大大學 那最重要能夠邁上頂尖大學 這裡面的這些理念 在第二期的訴求裡面 事實上也被challenge 被challenge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是不是只有 進入這個百大或是50大 就是足以滿足我們現在 台灣大學要變成一個偉大的大學所 最重要指標 事實上也不見得 所以我們最近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台灣大學所做這麼多事情 邁向頂尖大學以後 雖然有這麼多期刊 高營運錄文文化這些 解讀領域學者之外 我們的學生 訓練出來的學生 是不是也是一個到世界可以競爭的學生 我們在第三期的計畫很有可能 也就是以後這是第二期 以後是以成果論 這個成果不是只是老師的成果而已 所以各位老師會講 成果是將來你訓練出來的學生 出去在國際競爭 是不是國際競爭你 這個會將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趁這個機會跟各位老師也講一下 那當初有做了很多拔尖計畫 前瞻領航計畫 學術生涯計畫 這個等一下我再談一下 還有陪伍 年輕學者計畫 國際學生計畫 這些計畫能不能再 假如說我們還有第三期的話 會往哪裡跑 事實上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講說 在第二期的最近這兩期 這裡面 像這些計畫我們已經 希望這些研究團隊出去的成員 一定要有年輕的老師 換句話說研發初已經明定規定 你出去這個五人的一組的一個team 或是八人十個人的team裡面 你一定要associate professor 跟 assistant professor在裡面 你要是只是五個或六個 非常famous的 full professor 去組成的團隊 我是不給錢的 因為他沒有體系後進 然後把他整個研究的精神 往下面傳承 並沒有符合學校永續經營 然後能讓學校越來越強的 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有modify 以前的一些情況 那希望老師能夠長期 治癒於重要的領域課題 跟原創性研究 是學校一直在強調 是長期治癒於很重要的領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希望說 假如你拿到一些計畫的話 我們會matching fund給你們 或者是學校有生根計畫 這個生根計畫也就是說 在45歲以下 心境老師的情況之下 可以的話 我們每年可以up to 一年給200萬的研究經費 學校直接給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分次 有100萬跟150萬跟200萬 三個category的情況 給這些心境老師 生根計畫 然後當然我們還有跟著其他 台灣大學聯盟也有另外一個計畫 這也是給年輕老師的計畫 然後剛剛有談到創始研究 創始經費是每一個老師進來 這是不用compete的 Default system就會給老師的一些基本的錢 到10萬、15萬、25萬去買一些基本的 教學的一些器材 那補助計畫的話 假如說獲得科技部的這個 心境助理教授的計畫的話 我們可以matching fund到50% 那博師後研究員的話 假如說心境老師的話 你要是有科技部多年期的計畫的話 我們就會給你一名的post-doc的原額 那聘期原則上也一年為原則 但是我們depend on 我們博後的這個原額 我們現在學校可以afford 全校可以申請到達150位 可是我們現在大概只有90位而已 所以事實上我們很希望說 在目前大家已經知道說 在博士班名額不夠的時候 希望有一些人力能夠幫助老師做研究 那也是希望說這裡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對心境老師的社會 因為你跟這些比較心理老師去compete 可能不大容易 所以我們保留一些名額給心境老師 希望他能夠增加他的研究能量 那研究技術的原因 也是希望support各學院 在比較貴重儀器操作的時候 能夠幫助每個老師能夠做研究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長期待下來 把他們研究技術幫助老師來做研究 那學校一年多前 有這個就是職工博士班 收集班、職工博士班 學士班、職工博士班的獎勵 然後每個學生 就是說這個由學校跟學院來付 每年每個月有兩萬四 只要你是職深的學生 然後就compete 應該都可以拿到這個錢 職深博士班的 然後我們可以這些網址你們都可以看 現在越來越低調 假設你們有看不懂的 請你們跟我們反應 這永遠就是這樣的 寫的人搞不好他覺得寫得很好 看不懂後跟他反應 他們會再重新再把它revised 希望說都是一個很容易可以understand 裡面整個要求內容的東西 徵求計畫或所有的產業業務怎樣去 這些所有流程都會在上面越來越清楚 好 剛才有談到這些 這是教育部規定 老師不能私自接受委託計畫 你不能說 就是有些東西還是問清楚 比較好不要去犯道 我們的指導 我們的教育部跟我們講說 我們不能隨便私自去接計畫 你接計畫到時候會產生一些問題 絕對是以校方的名義去接 校方的名義去接 還有一些制裁權這方面 都是要需要 我們需要一些regulation在這裡面 然後最重要就是 研究經費使用不當條例 這個會被傷害 這些都說在影音檔都有看到 我們都有請lawyer來講這些事情 哪些不要跨越那個門檻 尤其不要有些人說沒關係 你就去買一些不應該去買的東西 這些都有一些regulation在那裡面 希望老師們不要 假如不清楚的話 你就直接問我們同事裡面 不過這裡面有一些case 我們每年都會發 都有一次的conference 來討論這些事情 還有你聘雇的人員 是不是有 比如說有一些幾等輕不能迴避的 不要去聘你的妹妹當作你的研究助理 相對於有些東西是有一些regulation在裡面 那些國家regulation在裡面 希望大家也花一點時間把這些給了解 還有你能不能隨便把一個人給fired掉 也是非常小心的 有些是可以17月可以請他離開的 有些是你要fired他 你是要付他的離職金 種種的 我們現在的研究法書 實際上會處理一些 老師認為說應該就叫他走路 可是我們主委已經知道說 我們現在勞動部對保護勞工是非常非常嚴謹的 那有些處理方式還是要做一些先前處理的話 還問一下我們的同仁 或許可以減輕這些後續的一些爭議 那學生現在因為有一些 學生有這個勞固性跟學習性的 因為學生你的將來的碩士班跟你的博士班 學生很可能就分成了這兩種情況 所以要想辦法了解說 種種一些 一些 regulation 這regulation事實上都不是 我們學校願意 一定要這樣做 可是因為政府就是希望 就是勞動部一定要非要這樣做 我們必須要非常了解說 你今天下面的學生到底是勞固性還是學習性的 這兩個會有很大的差異 然後你們 我猜 假如說你是學習性的話 你今天假如說你是你的計畫下來 在做完全計畫的話 目前是可以歸在學習性的 那萬一你這個 尤其中文社會學科有時候 他學生做的東西跟他 他這一次的不一樣 他就變成他固性 這種都最好 學校現在是做得非常謹慎 所以一定要簽約 希望不要 就隨便 這個隨便很麻煩 有時候一開始沒辦法 造成老師的這個 跟學生之前的糾紛是不大好的 希望這方面也有 還有在人文社會學科 也有一個另外一個很重要 這個倫理審查 以人類為行為的研究 我們現在學校有一個倫理委員 研究倫理中心 這些regulation都要被審查的 科技部現在也都是要求 一定要這些被審查的狀況 所以學校裡面就有一個 學校裡面有一個 就是倫理這個倫理中心 上面有兩個regulation的一個委員會 來monitor 這整個行為跟社會科學的這個委員 然後要結果審查 當然另外一個有關醫院的 他們自己另外一個審查通行 這是要提升整個 因為這是國際現在 一個比較好的研究的規範 幾乎你做一定要符合這個規範 否則的話他們幾乎是percent 做出來研究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是學校現在新的 這個實驗動物中心 那實驗動物中心現在build的好 也是跨學院的 基本上是生命科學院 跟理學院為主的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的學院也會用到 這些有關的animal 的時候 然後這整個building 的規劃 building 的規劃 四層樓然後各種不一樣 我們已經開始陸陸續開放一些 帶養的服務 還有一些其他大教授方面的區域 不過因為學校現在 你也知道說學校要從 現在目前的這些 有三四十個 我將近四十個 大家都隨便養 養在各個老師的實驗室裡面 你現在把他們請他們 到這個比較 國際規範 經過被認證的地方來做研究 是有點困難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想辦法說 因為有一天 假如有關做動物時間 大家也知道 你養在那邊做動物 拿到跟精靈來做這個動物 可能結果不大一樣 因為你在你的地方有被stressed 然後看不到貓跑來跑去 你的environment 不是像這種標準式的情況之下 所有做出來的實驗 是在 以國際規範來講是不合格的 所以學校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來整治一個比較 update to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的一個動物實驗中心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 我剛才 拉哩拉哩拉哩講到整個 大概研發處 cover住 從基本上的 研究的資源 support的人力 還有一些infrastructure 包括動物中心 或是一些organization 倫理中心 來幫助老師 做這些review的工作之外 那我希望花十分鐘 有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說 那研發處在看 怎麼去evaluate 你們來申請這些 拔尖計畫 間斷計畫 或將來這些生根計畫 甚至於說 他們在看什麼 你怎樣才會 才會拿到這個生根計畫 你也想多 extra 拿到200萬 科技部搞不好只給你100萬 學校給你200萬 那是非常大的一個崩 你怎麼去拿到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 我跟我們的研發委員 剛才是一個學院的研發委員 還有我的副研發 大概 覺得就是說 就像我剛才所講 我們的paper 已經public到5000多篇 也差不多到將近per多 換句話說我們那個 我們paper number 再以我們學校老師 除下來的話 事實上在國際上來講 不是算少的 但是我們的citation 我們被人家cite 我們paper publish被人家cite 等於是quality 被人家引用的次數 其實全世界400多名 換句話說 我們publication 是在前100名的 可是我被人家quality 是400多名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學生 然後加進我們老師的努力 或是我們怎麼去support 或是去incourage大家往這邊跑 就希望說我們能做過比較創新性 學校一直也希望做創新 包括去引導學生去做創意 懂懂的 就是希望他們嘗試更加不一樣 既然我們有還不錯的環境 我們就要做創新研究 換句話說你做出來的東西 something like nothing done or experience of created before 沒有人做過的東西 那也是就是說 學校現在一直在challenge 一直在希望說大家能夠跨領域 當你跨出領域 比如說你工學院跨到醫學院 或是農業學院 你看的view會不一樣 然後你可能就想出一個新的想法 這個新的想法是原來在你的領域 是不會想出來的 你心想說原來可以這樣做 原來這樣不難 你在那邊跟趙樂半天一直做 做十遍配合自己很高興 可是沒辦法用到那邊去嘛 你只是assume 有辦法用到那邊去 所以當你去跟醫學院一開始 跟醫生談這樣不行 你一開始就知道 那我們想另外一種方法 所以你要想那種方法 不是在你原來的地方想出來 是必須跨 跨 所以跨院系或multi-discipline 變成很重要 才create一個ID 這novity就要從這邊來 你必須跟人家contact 那你找到一個很吸引性的題目的時候 還要很重要 你要說這個很吸引 可能要說不重要 不重要也沒辦法 會很重要 獨特性 這個東西只有你有辦法做出來 別人沒辦法 連續性也是很重要 連續性就是你在這個area 已經做了好幾篇paper 已經被recognize and reputation 聽到嗎 你平常說我都做這個圖案 今天突發去想拍一個的確是很重要 可是 你有 對不起 你有這個novelty 可是 你又不是做這個領域的 你突然發表都沒有 你要上頂尖的情況是非常困難 所以你的continuity 你前面的credit就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不要一進來就說 老師 跟你的senior advisor 或是跟你的department head 說 哇 三年以後我就要 publish什麼natural paper 不要這樣子吧 那個欣欣老師 比reality 你要是能夠在 好好做個五、六年、六、七年 continuing地這樣發表一些paper 或許七、八年以後 你真的有辦法進入 這個 National Science System General 到十年的時候 你那個出來的爆發力 你大概就有辦法了 continuity 完整性 完整性也是有時候說 我今天這麼厲害、這麼重要 這麼獨特性 而且我做了十年了 然後我要發表這個東西 完整性 你還缺一腳 比如說發現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修飾這個東西 然後做什麼 那最後人家說 好 我做這個新的發現 就是由這個東西來 碰到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產生這個很重要的結果 那你要去發表 人家說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OK 從哪裡來 所以完整性變成說 你必須完整性 還有一個時效性 時效性 這個通通通通通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 大家做研究 有時候就是 你還沒發表 人家就幫你發表掉了 無論 所以這個 這個變成會我們有一個壓力 在這邊 OK 思考性 你做 我曾經有一個topics 做了五年 換了三個學生 前面通通都有啊 然後我那個學生 有一天忍不住說 那我們老師我們做那麼久 差不多了 快要完成了 還沒完成了 快要完成了 我們就是conference 就把它發表了 然後回來 不到半年 人家發表在 Nature 再不到半年 同樣東西要發表在Science 再過一年又發表到Sale 然後Division 我跟學生說 你看 最好東西都要發表 看看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OK 就有點像 不過當然是這樣 訓練學生 我還是覺得說訓練學生 還是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雖然 學生回過頭來跟我講說 老師啊 我終於知道我們做這個東西 這麼重要 我說 沒有用 OK too late 但是 你有一個這麼新穎 重要獨特 連續完整的時候 你要是沒辦法再push in within a minute 你這個東西 放一百個心 大部分 英雄所見的內容 全世界有其他的lab 或其他東西跟你做 類似的東西 他只要一聞到味道 他一過來 你大概就不是他對手 in general 所以就非常非常小心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我只是要emphasize 就是說 當每一個心建筒要往這邊move 我們需要encourage大家往這邊走的時候 你事實上 就要有這些所有的element要在裡頭 你才有辦法做出一個非常 很創新的研究出來 另外一點呢 這是我每年都要講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Hershko 他得到Noir Prize 以色列的這位科學家 都非常敬仰他 他給的advice 實際上是非常切 對不起 他說啊 各位其實今天來參加先進老師練習 就是有很多好很多mentor 很多senior的那些現在老 會告訴你們說 怎麼樣能夠在你的academic career 能夠繼續埋進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good mentor 你根本沒辦法從去看general 去念那些弄出來 而且是s喔 不是只找一個 你可能有一個人 老師他對教學方面是非常厲害 有一個做某一方面研究非常厲害 有一個可能對這個群體計畫 你怎麼進去跟這些比較senior people 在一起 然後可以learn some things 可能又有另外一個 不大一樣 所以在這時候 在剛進來的時候 事實上 找到比較好mentor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喜事點 另外一個 Find an important subject that is not yet interesting to others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個 novelty 很新穎的東西 Otherwise the big guys w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Do not go with the mainstreams 你要是一進來就跳進最夯的area 然後全世界有一百以上的lab 都是飛翔在做同樣的東西 你要死發的機會是很小的 對 那 怎麼有難到這個 Hershko在 在以色列 那個地方 他們也是 雖然有錢 可是不是那麼有錢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 可以那麼厲害地發表這些paper 後來拿到nobel price 他事實上有很多東西 你們可以去看他 他解釋的東西是非常有趣的 還有另外一點 各位老師 Extential observation 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Grab your luck 這個東西就是 其實跟最後一個東西是一樣 你學生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最好跟他跟得緊緊的 甚至你就在旁邊做 然後他覺得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想把他丟掉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的是 假的還是真的 你必須有判斷能力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一個很重要的 observation OK 事實上他講這句話 就是說他拿到nobel price 這個東西 他當初拿到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 會把一個蛋白質給 然後他就弄弄弄弄了 全世界也沒有人管他 然後他第一篇 paper 在BBRC 都很不怎麼樣的期刊 然後就這樣 連滾帶爬了 跑到美國去 然後到那個實驗室 也沒有人要做 大部分人 他跟我講 他寫在他的review 好像十幾個人 都在做最夯的題目 好像那個老闆對這個 沒什麼興趣 就放兩個人 就他跟另外一個人 在做這個題目 然後他一直堅持做下去 一直做 結果現在不得了 然後對他nobel price 所以那時候 他也是覺得很奇怪 一個extended observation 怎麼會這樣子呢 Nobody cares 大家就馬上拿起來 所以還是呼應他 這個東西啊 還沒有被別人 很有興趣的時候 當然別人很有興趣 就完了 不要跳進去 這以前人家跟我說 mainstream 以前人家跟我講說 就像你去游泳 可以太漂亮 然後你要是不太會游泳的話 你最好在旁邊的小溪 或是旁邊的小溪 游就好了 那mainstream就是很大一條 大家都跳下去 大家都跳進去 你也跳進去 我看你還沒 你根本還沒游到那邊 人家就把你踢了 你就快要沉下去了 所以mainstream下去就是 你沒有那麼大的 你今天要是到UC Berkeley做faculty maybe you can do it 因為那學生都那麼聰明 然後又那麼aggressive 或什麼東西 然後甚至於paper都寫好 放在你桌上 請你幫他看一看 改了就要丟出去 放一百二千的在我們這裡面 大部分就是學生能把 data 整理得好好的放在你桌上 然後寫一些outline給你 你就偷笑了 那當然偶爾啦 我二十 我回到台灣二十幾年了 大概只有三四位學生有辦法說 把manage screen寫得差不多 放在我桌上 其他就是 像我剛才所講的 能不能把 data整理的話 你叫阿彌陀佛 FigLegion寫的整整機器 沒有miss掉都什麼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 必須face the reality 不要想說你當初在原來的lab 或者原來的postar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有 可是我覺得還是回到基本面來講 然後另外一點 有人 有沒有想到 我在美國有一台儀器兩千萬 買一台給我 因為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儀器 你看他跟我講 Use whatever experimental approach need for your subject It's not necessarily a most fashionable state of art OK 很多好的idea不見得要用最頂尖的儀器去做的 OK 想一些簡單的 然後可以approach 就好了 不見得一定要都這樣 我就跟那個先進老師說兩千萬 我的媽呀 那個一個 我全部 你知道現在 學校的貴重儀器 能分擔到 以前沒有五年五百億 只有三千萬 全校 現在因為有五年五百億 所以我大概還有 大概可以花個一億去 不可能一個老師給兩千萬 OK 所以才有剛才所講的 那個 core facility 研究技術人員出現的原因 就希望假如說這 我這樣講 假如那兩千萬 有十個老師來用 然後這十個老師 都是發表的論文 Track record 都很不錯 那我覺得我可以花 因為一個老師 我在 average 才花兩百萬而已 可以 那我配研究人員在那邊做 就是要一個 reasonable 一個 所以不要一直想說 我在以前的 state of art 這個技術 這個儀器才有辦法做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要 have a lot of fun and exciting signs how this career are made 它的意思就是說 各位老師在進來的時候 有時候 找不到學生從沒苦臉 計畫這個錢太少 從沒苦臉 每天從沒苦臉 那個學生看到說 怕到 你怎麼去 expire get exciting about this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是正向循環 你 try to encourage 他們 然後這個叫做 做啦啦隊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或許就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在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絕對不要離開 bench OK 你是你的學生最好的老師 the technique OK continually have lots of exciting fun 因為像我現在想回去 get exciting and fun 也沒辦法了 第一 第一是沒有時間 第二是年紀大 這個看這個 看那麼 我是做某一個把東西 什麼都看不到 我也在直接做這個時間 已經沒辦法了 你 而且我們要做時間那種排卖 撐不了那麼久 所以在你有辦法的時候 盡量 have fun and exciting 再 experiment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 inspire 你的學生 假如說你的學生看到你的老師這樣很高興 不管你在寫書做實驗 whatever的話 你會感動他的 然後希望他也能跟你一樣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很抱歉 現在年輕一輩好像有些不是這樣 你們要想一些新的方式來 inspire 他們 然後最後一點 或者是說我們的高等教育 high education 我想在台灣大學裡面的學生 必須 focus on他們問的一些問題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but not emphasize the technique ok 因為有時候就有mise-education 的時候 那我們要create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ho think they know the answer but who in fact do not even know the true important question 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就是剛才我所講的novelty 創新的東西會出來 ok 所以我們怎麼引導學生去問重要的問題 確實我們將來在教學生的時候 必須steaming他們做的事情 那我想那些以前是誰跟我講 應該是交通大學校長 他講說你看那些以色列人 他們拿很多novelty price 然後他們就說 那一個華人就問到說 你們以色列人太厲害了 拿那麼多price 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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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點都不厲害 其實都是你們華人做出來 所以我們是技術很好 一直做一直做 可是他們一開始想出一個問題 做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要記得 假如他想出一個問題 非常good question 然後做一點點 你後來再把它improve多厲害多厲害 很可能最後credit還是他的 你比如說我做這樣的 我像我這樣用這種方法 然後可以產生兩個什麼光速啊 什麼出來 他一開始有兩個光速 你跟他說那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做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四個 沒有用啊 最後的credit還是由他來拿 因為他產生這兩個光速 可是他會想到說 怎麼這樣做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學校現在一直在推出 創新創業 諸子中間 就希望 我們能夠stimulate他的 not only imagination 事實上 他們能夠去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技術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lay on 的技術 我答應要給你們有時間問我問題 所以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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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